過去馬鞍山線未通車前,馬鞍山區交通是一大問題 自從馬鐵落成後,區內物業迅速升值 加上團馬線的一期已經在 2020 年 2 月 14 日開通 馬鞍山區內的交通變得更完善,升值前力大大提升 今次介紹的屋苑是恆安邨 在 1987 年落成,並在 1998 年納入租者志祺屋計劃第一期發售項目 恆安邨一共有7座樓宇,提供 5910 個單位 樓宇名稱就以自然景物命名,而設計就採用 Y3 和新長型 大部分單位面積以 3 400 呎為主,間隔市井實用 恆安邨鄰近港鐵恆安站,步程大約 5 分鐘左右 除了馬鐵,亦都可以選擇小巴,去到火探站,或者大水坑站 而巴士亦都有不同路線選擇 恆安邨設有商場和街市,街市翻新後,設有接近 80 個商鋪,並且新增一條美食街 集合港式,台式,日航等等小食店,迎合不同口味 如果你是嚮往購物消費,可以考慮新港城中心 新港城中心不單位於馬鞍山核心地段,更是區內最大型購物商場 商場接近有 300 間商鋪,坐落在交通交會處上蓋 和馬鞍山港鐵站直接相連 會聚龐大人流,滿足日常生活所需 除了購物之外,住客可以去到馬鞍山公園和海濱長廊 呼吸一下新鮮空氣,享受大自然美景 附近也有馬鞍山運動場,圖書館,游泳池等不同看學設施 任何時候,一人玩得盡興 行鞍村屬於 89 小學校網 小學包括有寶良谷莊啟晴小學 馬鞍山秦道衛里小學,寶良谷宇村小學 至於中學屬於沙田區,其中沙田蘇折工學,沙田崇禎中學 和聖羅薩書院都是傳統名校 區內還有黃牌直肆學校,香港李寶春聯合世界書院 為來自不同國籍的學生提供兩年制中學與科課程 想知道更多屋苑詳情,馬上聯絡以下分行 我們往下載一下,馬上聯絡 那些聖羅ają教學 學校園,學習更多,小學主大師 聖羅業協議 中學生… 中學生,學生,學生,學生